第十四年 第十四年 这什么味道 市局向来挂时的年轻干部 今天就到你 到时候你出面接待一下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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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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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马 谁绑的人 我们会抓的 你一定要平安地把我女儿带我 这么多炸药 这要是炸了 这楼不都毁了 师傅 发现有照片了 那可惜了 很模糊看不清 文子死了 你们赶紧撤吧 知道了 古小刀在每次作案之前 都会现熟悉环境 彩点 我估算 他这次潜入洋权 起码是在两个月之前 说这些有屁吗 收队了 等等 我说收队了 我不同意收队 你对那个韩正芬 挺不友好的 我怎么跟他友好 老董跟我当年 那是在战场上顾命的战友 你说他什么东西 他把人家给弄出去 下去 有什么问题 找从对手 谁 别动 别紧张 是我 江浩 西医商的旷难 是不是你指使王文明干的 我们是请国民 王文明已经在海山集团干过 你们也知道 他是出了名的烂毒鬼 他来找我就是为了借钱 我没有借给他 就是这样 干爹 我觉得旷难这件事一定有误会 我相信 江浩在没有你的允许下 是不敢进去王冬的 李耀老三 要是不敢出血的话 咱们就直接找马文山要前去 他在这儿干什么 我知道他以前是星星 可他现在什么都不是 他出现在这儿 就是完全违反规定 你要搞什么 我问你 那个穆朗头已经不是警察了 为什么还能进审讯室 朗朗 杨全现在要出大事 把文文被绑架的事 只是点了雷管的萤火线 穆朗头的死也只是一个开始 所以啊 你们啊 最好是听熊瑞的权子啊 坐在办公室里待过两年 等挂植疫结束 你该去哪儿去哪儿 刑侦一线 比你想象的中间血腥残忍 你们怎么找到他的 这个不重要 他说是你支持他 绑架的混乱 你信吗 你说呢 二十多年了 妈妈你比谁都轻了 我并不是个什么 好警察 你跟踪我 不跟踪你 我就发现不了你以权谋私 知法犯法 任正华 你就像你所说的 你 根本就不是一个好警察 所以我以后做的好警察 你是不是不想踪我 你是不是不能踪我 你要切开我 我一定要抓你的 警察 警察 你是不是不应该要了 放下我去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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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